朱玲玲一生堪秦传奇 二十岁嫁到百亿富豪霍振亭生三子稳地位 五十岁嫁百亿富豪罗康瑞 然而在面对二婚丈夫家族的六百亿财产份时 却选择淨身出户 为入豪门奋斗一生 最后的朱玲玲甘心如此收尾 这到底是他的权宜之计 还是另有其因 朱玲玲是当年香港小姐总冠军 也是郭晶晶的豪门婆婆 霍启光的亲生母亲 香港鼎鼎有名的两家豪门的公子哥 都被朱玲玲难业的死死 四十七岁时 淨身出户离开货家 五十岁再嫁百亿豪门 被丈夫重成公主 朱玲玲究竟有什么魅力 可以嫁入豪门 她又为何选择淨身出户 朱玲玲出生于缅甸 大概十岁左右的时候 才跟着父母移居到了香港 虽说家境普通 但对于孩子的教育 也是费尽心思 不只是物质上 在精神上对她教导的很好 所以逐渐长大的朱玲玲 是出女拔帅 朱玲玲的家教特别好 学习也很优秀 在1977年的时候 年仅19岁的朱玲玲 参选了香港小姐的比赛 结果一战成名 成为当年的港姐冠军 年轻时的朱玲玲 真是美貌与智慧并从 而且是商鸟冠军的她 还获得了最佳上镜小姐的称号 现在的港姐越来越劣质 人们除了记得90年的几位美女外 更多的是怀念 美貌与智慧并存的朱玲玲 当时在电视上 看得朱玲玲的霍振庭一眼就迷上了 这个大美人 并对她展开了追求 这时候的朱玲玲是星图大好 再获得港姐冠军的那时 就开始被TV的安排出现各种影片 而被各大豪门公子哥看上的朱玲玲 也是不厌其烦的应付 朱前来讨好的元旧子弟 这时的她说对富家子弟没什么好感 而脾气很好的霍振庭 就算再忙碌 每天只要一下班 就跑到片场去等朱玲玲 而朱玲玲的家境普通 并不是出身豪门 所以她对霍振庭的追求 是十分的抗拒 而且她的母亲也在三足父 霍家是香港大族 规矩太多 你不会被他们取进门 你只是一个香港小姐 大多数富豪 都是因为看上你的年轻美貌 想要玩弄你 挥拂你的青春意义 这时候的朱玲玲头脑也很清醒 聪明的她是对住面前的 这个人考虑再三 而且还招人打听 霍振庭的卫人处势 活想到她打听来的消息 都在显示这个男人年轻有违 也没有什么不良的嗜好 时间久略 朱玲玲和家人都看得出来 霍振庭并非那种不可一世的玄学子弟 也并非人们口中的浪荡公子 所以两人狠快的 就在一起谈起了恋爱 两人在一次次的相处中 拆出了火花 世家的贵族气质和出月的才能 使朱玲玲漸漸的迷上了这位商业精英 而世家的教养 真的与众不同 朱玲玲觉得霍振庭简直就是自己的真命天子 所以又过了两年 两人便在香港举行了分离 霍振庭此时毫不论息的 吸了朱玲玲一千万的拼金 只要知道这一千万再别说是当时 就是现在的物价 这一千万的拼金 也非常值钱 何况是几十年前的香港 这些东西一曝光 就引起了天然大波 被众佩从事的朱玲玲很开心 也许物质并不是衡量一个人的价值的标准 但是如果一个男的年前都不舍得求你 那实在是不能托付终身 当时的分离 就开了港者先豪 自此港者都以朱玲玲为标准 加入豪门为傲 而那场分离 可是可堪称是空前绝后的豪华 而身为霍家 生意人士非常看重这场分离 这场分离 是霍家藉着朱玲玲的名气 来打响了自己在国际上的影响 这霍家在知名道上的掌控 可谓一箭双雕 这做生意的人 就是不一样 上的都比别人更远 幸福的朱玲玲和霍振庭 在一起生活了二十多年 这段期间 让霍家开心的是朱玲玲生下了三个儿子 这样的贡献 可谓是让霍家洋洋得意 因为大家族 还是比较从事指治 功不可没的朱玲玲 就在霍家得到了很高的地位 虽说如此 但是朱玲玲嫁入豪门不久 还是存在着许多格闲 他在年生完三子以后 虽然地位越来越高 但朱玲玲依旧不太习惯 豪门的各种家规 活潑开朗的朱玲玲 特别喜欢自由的生活 但你毕竟嫁入了豪门 这种想法就再也不要想了 因为豪门有豪门的规矩 有豪门的价值 身为一个豪门太太 就得端钟大方 而不成体统 这是世家不能允许的 身为豪门复家人的一言一行 都受爱人的关注 所以他们对自身的要求 也特别高 但是朱玲玲不喜欢 这种端住的生活 他觉得家 应该是个温暖舒适的港湾 但霍家却没有给他这种感觉 朱玲玲向往自由 喜欢舒适的协议的生活 但霍振庭来往之人 全是达官显贵 这其中的爱如奉成奉 每个人都说着 以我诈的违心话 这些都让人非常的不适应 而这些 也只能让他有些不愉快 真正的让他想离开霍家的 是因为2000年的时候 坊间遥传霍振庭 与一名波音缘有色看媒 对此狠介意的朱玲玲 找到的霍振庭求证 但没想到自己的丈夫 却轻描淡写的说了一句 男人不都这样吗 有什么好奇怪的 听到这些话的朱玲玲 没有特别的大感意外 因为当年前母亲的告解历历在目 此时他觉得 霍振庭真的不爱自己了 自己在霍家半辈子的付出 却换来他聊聊几句的回应 于是与丈夫大炒一家的朱玲玲 大的小儿子 就跑到外面去住 死活不回霍家 这时候豪门的恩怨 让很多狗仔市吹之药苗纷纷报道 这时霍家老爷霍英东 亲自出面去劝说朱玲玲 朱玲玲才愿意回到家 但此刻他与丈夫的关系之间 就像出现了一度隔痕 烦满之余的朱玲玲 找到自己的发小罗康瑞 罪述自己的苦门 而身为好友罗康瑞 也时会劝解朱玲玲 让他安心 由于朱玲玲和罗康瑞两家事世交 而且两人从小的关系就比较好 所以谈天说地起来是毫无顾忌 这可让香港的狗仔 臭到朱丝马迹 立刻把这些当成花边新闻来报道 这时霍家再脸上事十分的难堪 所以霍振庭就找到朱玲玲又大炒了一家 这次朱玲玲又带着孩子再次离开霍家 心感自己的生活以后不会太协议 所以朱玲玲几年后 和霍家正式的签了离婚协议 挫抢的他什么都不拿就这样正身出户 让世人惊叹 虽然霍家几百亿的财产 让无数女人打破头的抢着 想进去霍家 但是朱玲玲向往的 并不是那种敢于肉食的生活 他只想要自己自由而放松的灵魂 这种协议的日子没多久 媒体却报道出朱玲玲和自己的发小罗康瑞有嫌 这时候整个香港媒体是大事圈话 一时满城风雨 沸沸扬扬 此时霍家颜面掃地 而朱玲玲才不管这些风风雨雨 结果随心所欲的朱玲玲 居然第二次嫁入豪门 嫁给了这个自己曾经的发小罗康瑞 第二次嫁入豪门 罗家对朱玲玲是万般尊重 不过罗康瑞的儿子 对朱玲玲非常有意见 他认为这事就是因为朱玲玲自己的父母才离婚 其实不然 当年罗康瑞与自己的妻子离婚时 朱玲玲仍在霍家过住豪门太太的生活 当时的他与霍振庭 虽然偶尔有两句伴嘴 但是感情还是比较不错的 而罗康瑞与朱玲玲 事在两人都已离婚后 这位发小才动得念头 过人的心中对罗康瑞不太了解 觉得他没有香港霍家 李家声明显黑 但其实罗康瑞是新加坡的百亿豪门 光新加就有三百亿 与霍振庭不同 暖男罗康瑞显然更体贴 更温柔 他们有以家规为藉口要求 朱玲玲不得外出或抛头露面 相反 他还在空闲时间陪朱玲玲逛街 鼓励他开朱宝店 支持他追求自己的事业 朱玲玲喜欢购物 媒体经常能拍到罗康瑞和朱玲玲 在各商场购物的照片 他们也尝一起首牵手参加各种晚宴 每个场合都有他们恩爱的样子 这对晚年直阳红 一直到2008年 两人才在新加坡注册结婚 而朱玲玲也明白罗家其他人的顾虑 更懂得罗家而知的心思 所以他毫不犹豫的自愿放弃了 与罗康瑞再分时 属于自己的财产而介入罗家 朱玲玲的举动 引起了罗家的好感 罗康瑞而止 也是逐渐放下对朱玲玲的戒心 于是朱玲玲算是过着了自己想要的生活 这女很平静 她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这一点让朱玲玲实分的恩惠 朱玲玲同时放弃霍家和罗家的财产 这样她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 自己其实也不决前化 所以她并不在乎这些生爱之物 而就算是离开了霍家 朱玲玲与霍家人的关系 也十分的融洽 并不是像网上发言的那样水火不容 而霍振婷母亲去世的时候 朱玲玲作为霍家主事人 出现在丧礼上 这更说明了朱玲玲在霍家的地位 而朱玲玲在罗家也渐渐的 也与罗家人打成一片 而且她还经常与罗康瑞的女儿 一起框街喝茶 成为后妈后两人的关系 也是非常的融洽让人羡慕 而言如今有流传朱玲玲 与罗康瑞的离婚 是为了霍家的三个儿子注赏 而随着豪门财产争夺的不断白热化 身为霍家的最小儿子 霍启刚他拥有继承权的机会是最大的 他是整个霍家最为从事的一个晚辈 而身为霍家的子女 不可能有一个爱性的继父 也不可能有一个改嫁的母亲 为了儿子的前程 有可能朱玲玲 要暂时放弃自己的爱情 面对孩子们的前程 他是义无反顾的选择退让 为孩子开辟一条最光明的路 人生在世的选择非常的重要 朱玲玲为自己和子女规划一条道路 不仅两次加入豪门 而且全部正身出户 安全退出 就算如此 他的下半人生依然精彩 依然在豪门过着最舒适 最协意的生活 依然可以为子女出谋或策 指点迷津